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嫉妒与羞愧 这次以热爱祖国为题材的作文,写得最好的仍然是戴罗西 而瓦提尼原以为会是他呢 其实,瓦提尼很有些虚荣心,喜欢穿戴打扮 可我仍然喜欢他 但当我看见瓦提尼是那样的嫉妒戴罗西时 我也就有些讨厌瓦提尼了 瓦提尼总想和戴罗西比个高低 他学习也很用功 但不管怎样,戴罗西的功课总是要好过他十倍 因此,瓦提尼的内心有些自卑了 诺贝斯也嫉妒戴罗西 不过,诺贝斯是一个傲慢的家伙 他的嫉妒心常常藏在心里,不容易被别人察觉到 与诺贝斯相反 瓦提尼常常对别人抱怨分数不公平,说老师不公正 如果戴罗西像往常一样,流利而又正确地回答了老师的提问 瓦提尼就装作没听见或者低头不语 有时是一副冷笑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瓦提尼嫉妒戴罗西 所以,每次老师表扬戴罗西的时候 大家都会扭过头去看瓦提尼 每次他都是一副阴沉沉的面孔 今天早晨,瓦提尼又做了一件蠢事 老师公布了考试的结果 戴罗西十分第一名 偏偏这时,瓦提尼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老师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初衷 瓦提尼,老师说 不要让嫉妒之蛇钻进你的内心 它会腐蚀你的灵魂 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 老师讲完,除了戴罗西 大家都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瓦提尼 瓦提尼动动嘴似乎想要说什么 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只是铁青着脸,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之后,在老师讲课的时候 瓦提尼在一张纸条上用大大的字写道 我不嫉妒那个老师总是偏心的家伙 他打算把这张纸条交给戴罗西 这时候,坐在戴罗西附近的几个同学 交头接耳的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人用小刀刻了一枚纸奖章 还在上面画了一条黑色的蛇 这一切,瓦提尼也看到了 趁老师出去的空档 坐在戴罗西附近的那几个伙伴 立刻离开座位,跑到瓦提尼跟前 装模作样地要把那枚纸奖章交给他 全班立刻变得静悄悄的 大家都准备看一场好戏 瓦提尼气得全身发抖 就在这时,戴罗西大声说 把那个给我 那样最好 有人说,你拿给他最好不过了 戴罗西接过那枚纸奖章 却撕了个粉碎 我看到瓦提尼的脸胀得通红 这个时候,老师正好回来了 又重新开始上课 过了一会儿 瓦提尼悄悄地取出那张自己写的小纸条 把它揉成一团 放进嘴里嚼碎了 接着又吐在桌子下面 放学时 瓦提尼经过戴罗西座位的时候 不小心弄掉了一张膝墨纸 戴罗西帮他拾起了膝墨纸 而且还帮他扣好了背带上的扣子 瓦提尼羞愧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增的 增的 增的